接著我們要跟各位談的是聲音的反射 聲波是波動 我們說過波動碰到障礙就會彈回來 叫做反射 所以聲音波過去 碰到東西就會彈回來 叫做聲音的反射 我們講過所有的反射都會遵守 反射定律 反射定律 在這邊我們比較少提到反射定律 那有一些現象跟應用 我們平常都講蝙蝠 蝙蝠利用超聲波飛行 它發出一個超聲波 打到東西彈回來接收 它就能夠判斷離得有多遠 然後呢就可以避開它 我們的參考書大部分都講的是蝙蝠 其實不只啦 鯨魚跟海豚有類似的現象 鯨魚跟海豚有類似的現象 它會發出那個聲波 然後呢超聲波 然後接收它 然後知道一些距離遠近的狀況 這個傳聲筒 卷狀 這不是我們用的電子那種喔 就是你們那個加油棒 直棒加油棒那種 圓桶的 圓桶的那個情況 就像現在的這個樣子 就像現在這個樣子 好 我現在這樣講話是這麼大聲 那如果我這樣講話 就會覺得聲音比較大聲 因為它會比較集中 但是這樣就會比較 其實我並沒有讓我的聲音自己變大或者變小 其實我講話是一樣大的 可是你聽起來就不一樣大了 就是那個傳聲筒的例子 傳聲筒的例子 傳聲筒的例子 好 那下面一個影片 我就現在不放 我去年放錄下來 送到YouTube 他說我有版權問題 他沒有不准我播 他說有版權問題 所以我 我當晚放給你們看 但是我就不錄下來 我就不錄下來 好 就免得他又叫我說有版權問題 好 跟那個例子就是一樣 筒狀 這個例子到晚給你看就可以了 然後聲納 超聲波 然後打下去彈回來 幫我測量海底的地形 幫我探測魚群的位置 什麼什麼之類的狀況 這也是應用 這也是管狀話筒 這好長好長好長 在前面這邊講話 前面個白白的有沒有 前面白白的講話 在後面白白的聽到 就是靠這樣轉過的反射 很像醫生的聽診器 醫生的聽診器去這樣子 就靠這個聲音 然後經過管子反射到醫生耳朵裡面 可以聽到你的心跳 什麼什麼的聲音 像聽診器這樣子 這疊形對話器 看右邊那個圖 你在左邊 對著那個疊音小小聲的講話 我愛你 然後他在右邊 就會聽到 給他說我愛你 OK 就是這樣子 所以 那這當然還有別的原理 這還有別的原理 這還有別的原理 我們在講光的時候會講到 就是也是利用 對著這裡講話 左邊這個圖 在那個鐵的圓圈圈 對著裡面講話 聲音反射過去 到那邊接收 讓他聽到 這也是反射的現象 所以有的時候 我是要利用反射的 但是有的時候 我是要防止反射的 我不要有反射 像音樂廳啊 我們平常講話說音樂很好聽 叫做 繞梁三日不絕於耳 形容音樂好聽 可是音樂廳真的給妳 繞梁三日就完蛋了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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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啊 就不用聽了 所以不可以 要把那个残响都要收掉 没有那么多声音 要把它收掉 那怎么办 用厚重的布木啊 凹凸不平的东西啊 让它抵消掉 然后避免所谓的干扰 这是要防止声音反射 所以有的是我希望有回音 我利用回音 有的时候是我不希望有回音 我要把它挡掉 那回音人的感官是有限制的 我现在讲话就有回音 可是你没有感觉 因为我的回音跟原来声音 非常的接近 你分不出来 通常要间隔 差不多十分之一秒以上 你才会听到说 原来声音跟回音 所以通常在空旷的地方 你才会听到回音 就是在空旷的山谷 唯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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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旷的山谷 广大的大礼堂 你才会比较会听到有回音 那是因为时间要够的关系 这就是跟各位谈一下 有关于声音的反射